好,同学们,咱们这一节课给大家讲的是 举一反三能力训练的系列课的应用题板块 这个板块咱们从一多补手开始给大家讲课 什么叫一多少补 分两节课,第一节课基础的,第二节课把钩的 我会给大家从基本概念带着大家做一些立题 带着大家举一反三,再练习巩固,归纳总结 好不好,来,那咱看一下 什么叫做一多少补呢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如果有两组数量不同的物体 那数量不同了,现在让它们要同样多 我们要通过观察,比较 找出哪组多,哪组少 多几个 最后把多的一部分呀,平均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补给少的那一组 这样一样多了 这样做就叫做一多补少 是不是啊,就把多的一点出来 多的一点出来给少的补上 好,同学们,详细的解题步骤 在下面啊,这个你先不用背这个东西 你先了解一下,一会我带着大家做题 大家就很清楚就能做出来啊 那一多补少的话,按照类别 有以下几种情况啊,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有的是,诶,比如说小明小亮两个人 小明小亮妈妈,妈妈给他们小明小亮分东西 是不是啊,两个亮之间去一多不少 还有外界的,妈妈买回来糖 哥哥和妹妹啊,两个人糖不一样多 为了让他俩不打架,妈妈去买了一些糖 给他们补上,让他俩一样多 是不是有外界的跟二亮之间的关系啊 那有没有三个亮之间的呀 比如说家里有三个玩 一个有三个糖,一个有五个糖 一个有十二个糖 那这三个亮之间不一样多 最后要让他们一样多 是比这种情况呀 咱们一种种来 举一反三,好不好 来,这个举一反三能力呢,是这样 一上来肯定没有这个能力 咱一点点来,好不好 慢慢把这个意识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同类别,不同难度 比如说,什么叫同类别 二亮之间呢,也有简单的,也有难的吧 那不同类别啥意思啊 这种类别,这种类别,这种类别 很像对比要学习 是不是啊 养成举一反三的意识 说能力 对不对,你看到了二亮的 一多不少的,你要想想 有没有可能是三个亮呀 有没有可能二界 二亮跟外界还有一个 外界来给你补 是不是有可能呀 还有三个亮之间互相补 嗯 来,解决就叫多的组减去少的组 把结果分成一样多的两部分 把其中一部分给少的组 你比如说,一个是三 一个是七 那七减三就等于四 对不对 四怎么能分成两个一样多的 分成两部分一样多呢 二和二 那咱们二就给这个三 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啊 然后把其中一部分给少了组 大家先了解一下 不用背 好不好 咱们在实际题目中啊 一训练 大家就很清楚了 嗯 来,咱们看 先看二亮之间的 二亮之间 大家注意看 二亮之间就是两个亮 什么叫二亮 就是两个亮 你比如说 这是一 这是二 一排二排 比比哪一行的星星多 很明显嘛 第一排的星星多呀 多多少 多两个 他要问你多多少 你就多两个 是不是啊 嗯 然后呢 怎么移动 怎么移 才能使两行的星星一样多 好,同学们试一下啊 按刚才咱给大家讲的技巧呀 这个是几个呀 这个呢 是七个 这个是五个 那如果大家 哎,想一想 七个跟五个 七比五呢 是不是多两个呀 然后把这两个 你想想 你把这两个是多出来的 这一部分跟这部分已经一模一样多了 那这两个 那这两个现在要平分 给两个人 一和二 是不是 给两排 这两个平分的话 就能导 导致最后的结果 一可以等于二 第一排等于第二排 那两个怎么平分呢 两个怎么平分呀 分成两个一模一样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一个 这一部分是一个 把其中一部分给的少的那一组了 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咱们把其中一个星星 哎,就拿走 把这两个星星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 拿过来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画一个星星 就行了 嗯 在这再补个星星出来 就行了 对不对 这是解题的步骤 我再给大家写一下 因为咱可能刚接触这块 一步步来 文长文打 第一步 多的 减少的 第二步 答案 结果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题 是不是7减5 结果是多少 2 第三个 分成 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 2两部分分 是不是1和1啊 第四步 其中一部分 给 少的 一方 是不是 哎,你再把这个1呢 把这一个星星 给他 是不是 然后你少了一个 他多了一个 哎,刚刚好 每人六个 嗯 所以 来 咱们来 处理旁通的 再练一个 好不好 刚才的是第一排的 比第二排的呀 多 现在第一排 比第二排少 怎么移 能让 两排的个数 一样多 那一样的 先比较 哎,谁多谁少 一步步来 比较一下 第二排多 多多少 多了四个 那好了 第一排多少个 我们算一下啊 第一排那四个 第二排八个 是不是 先把这个确定 那第一步要计算的 是不是 怎么第一步计算 八减四 第二步 结果是不是 四 第三步 把四分成两步 两部分 一模一样 第四步 第四步呢 把其中一部分 二 其中每一部分 都是一样的 把其中一部分 给谁 少的一方 少的一方 那好了呀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把什么呢 把这个两个圆 是不是啊 就刚才说的 这个二啊 你看看 这是不是分成两部分 一模一样了呀 然后把这两个圆 给谁呀 少的一方 你看看 这第一排 是不是少的一方啊 可怜呀 他只有四个 给他 就行了 哎,然后各六个 是不是啊 所以 那我就给大家 再换两个圆 这 好不好 来一个圆 等一下啊 这个画了有点歪 嗯 来一个圆 再来一个圆 哎 可以了 嗯 移动过去 移过去 嗯 好 这两个圆 没了呀 没掉了 给他了 是吧 这样就行了 好 好 同学们 二量的学完了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你要想想 现在只是这个一和二之间 在这一来一去的 有没有可能有第三种的量 哎 给他一点 再给他一点 让他们俩一模一样多 哎 所以大家要想到有这样的题 那咱看一下 哎 这个二量之间的 啊 你看看 是不是还有二量和外界的呀 所以你学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啊 想不到也没关系 学 我带着大家学完了之后 你又得想到啊 那咱们把二量之间的 再给大家巩固一下啊 实战提高 嗯 他说从第一行 拿一个方块 放到第二行 两行的个数一样多了 这回求第二行 应该摆几个 好 同学们看一下啊 他说第一行 拿一个放第二行 那我们就先放一放呗 按他提 按他来呗 好 那我就先放一个这儿 然后呢 你按他来 拿过来了呀 然后 他拿过来之后 他自己就没了呀 他这个已经没了 是不是 没了 那他就剩多少个 他就剩四减一 等于三个 然后这三个 他说跟两行最后的个数一样多 是不是 那第二行 第二行得到一个 之前有多少个 不知道 得到一个之后 要是多少个呀 诶 是三个呀 是不是要变成三个呀 要跟他一样多呀 是不是 要跟他一样多 他不就是三个吗 那也就是说 第二行原来的 我写这儿啊 这是 擦掉 嗯 这个呢 是原来 好 同学们 你正是原来 得到一个之后 要变成多少个 三个 那你说原来多少个呀 那不就两个吗 是不是啊 三怎么来的呀 四减一得到的 那咱原来多少个 用四减一 再把这个一减掉 所以原来 两个 诶 这个就很 很简单的啊 咱们把这两个呢 给他画在这儿啊 一个 两个 所以原来就两个 嗯 所以这样提的总结一下 同学们 诶 他说把拿一个放第二行 那我们就按他来 他咋说 咱咋去行动就行了 是吧 把这一个呀 什么拿过来了呀 拿过来 他就少了一个 剩下三个 他剩下三个 第二行 第二行得到一个之后 他得到一个之后 变成三个 那原来就是多少个 不就两个了吗 是不是啊 很好算 列式怎么列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两个式子 嗯 来 那咱再练一个 刚才拿一个 这回拿两 好不好 好 这回就不是说 这个 从第一行往第二行拿了 大家看啊 这回是从第二行 拿两个 放到第一行 两行的个数同样多 求第二行应该摆几个 这个又是一个 比刚才稍微难点啊 那我们来看看咯 有两个嘞 来 同学们 比如说啊 这两个 这两个是从第二行来的 是不是 你想想 呃 我看一下啊 这个题的意思是这样的啊 你注意看 他不是这个 这个是他原来的 他说从第二行啊 你看啊 注意看 我用这个方块吧 从第二行 拿两个放第一行 那他还没拿呢 这是第一行已经原来的 原来的 还没拿呢 所以同学们不要理解 错了是吧 那他得到两个 来我们就画两 哎 我们就画两 在这啊 一个 两个 这得到两个 从哪来的呀 同学们 这得到两个呀 是从第二行来的 哎 我们就画一画啊 第二行给他的 然后最后你想想 他俩一样多了 两行的 最后一样多 好 我们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看看 这个第一行得到多少了 第一行是多少 第一行一开始 是不是四个 原来是四个呀 原来四个得到了两个 是不是变成六个了 六个最后 两行一样多 那说明第二行啊 失去了两个之后 变成多少个了 变成六个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哎 他在失去两个之后呢 变成了六个 哎 大家看啊 我把这个箭头给大家画出来 从哪来的呀 从这来的 哎 一旦注意啊 是不是六个呀 这是第二行最后的 嗯 这是不最后的呀 你写好 为啥最后呢 他不是原来的 他这失去了两个 给上面去了 你看看 给了两个他 然后他俩一样多 那你说第二行原来多少个呀 那不得把它 失去的两个 拿回来嘛 所以咱们用六 加上两个给出去的 就是原来 他就有八个 所以第二行啊 要摆八个才行 是不是啊 所以第二行摆八个 嗯 这个大家应该听懂啊 咱们整体思路 再给大家捋一遍 这是第一行原来的 有四个 那第二行呢 给了两个给他 你看看 哪两个放到第一行 他就变成了多少个 六个 这六个刚刚好 两行最后一样多了 那两行最后 你看看 这是不最后 那最后第二行 也得是跟他一样多六个 但是这六个呀 是第二行啊 失去的这两个 是不是 失去的这两个之后 变成六个的 那原来就是 最后有六个呀 这个二是什么呢 失去的 所以他原来的 就是八个 是不是啊 实际上 原来不就是实际吗 嗯 所以实际上 他有八个 所以第二行 应该摆八个 像这样提到 就是动动手 你要竖心结合 是不是啊 你竖心结合 把这个 这个过程呢 用图形呢 表达一下 好不好 嗯 来 二辆之间 大家会了 那咱看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 是二辆啊 跟外界之间 什么叫二辆 跟外界 大家看题 下面 两排星星 分别有五个和七个 如果现在另外取出来六个 你看看 另外 是不是外界啊 嘿嘿 是不是啊 那怎么分呢 才能让两个人的星星一样多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 哎呀 哥哥有 哥哥有几个 哥哥有七个星星 妹妹有五个星星 妹妹吵着说 哎呀 哥哥你把星星给点我 我太少了 妈妈没办法 哥哥又不给呀 妈妈去买了六个星星 哎 然后去分给他们 看怎么分 能让他们两个人 一样多不吵架 是不是啊 就这样一个过程 来 这个大家理解的题目意思 就好办了 啊 这是七个 这是 这是多少 这是七个 这是五个 那现在呀 有六个外来的星星 有六个外来的 那怎么分呢 同学们 你先思考啊 七个比五个多多少 你分两步走 为什么要分两步走 你看看啊 这样就很好理解 七个呢 比五个要多两个 是不是啊 第一步这个式子怎么列 给大家写一下啊 第一步 七减五呢 是等于两个的 这是第一排 比第二排多的 好 那咱们这个六个呢 哎 这个六 是不是可以分成 二和四 哎 这个六 我就写下面了啊 我就不写上面 第二步要干嘛 外来的东西进来了 怎么来的呀 六个 干啥去啊 先把 哎 第二排少的 这两个星星先给它补上 那就分成二和四 这个二给谁 给少的一方 少的一边 是不是啊 那这个四呢 先留着 不管它 是不是啊 先留着 先把二补上 那 第一步就是七减五 得到这个 差的这两个 第二步呢 把六 分成 二和四 这个二呢 就放到这来 给它补上哎 是不是啊 补上之后呢 我们画两个星星 来 给它画两个星星 这啊 一个 两个 补上了呀 一模一样多了吧 那这个五 五是不是就变成七了呀 哎 五就变成七 它俩一样多了 那现在又剩下一个四了 那这个四怎么办 他们 两个已经给走了呀 四 是不是在平均分成两部分呀 它俩现在都一模一样多了 你这还六个 分了两个走了 还有四个 这四个 咱们就分两部分 哎 两个 两个二呀 那给 其中 一方 另外一方 是不是 就刚刚好平分了 你看 咱再来两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啊 再来一个 是不是 再来一个 哎 所以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啊 把这个星星画好啊 是不是 所以就这样一个过程啊 大家应该能看懂啊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该怎么分 嗯 所以说 咱们这个整个的 还是要画多画图 尤其你一二连接孩子 想象能力 不强 你多画画图 就简单啊 来 二辆汇了 那现在三辆呢 也得汇呀 对不对呀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呀 你举一反三了 这个就举一反三了 三个辆 那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那怎么办 这种情况 大家注意看啊 我们先第一步做什么呢 第一步先 哎 你先找出 少的 两方 对不对 少的两方 是哪两方 这是不是少 这是不是少 他最多了 大土豪 他是最多的 那这个跟这个 先看看他俩 到底有多大差距 可不可以呀 好 我们先看看 他俩到底 多大差距 是不是 第二 第二排 比第一排 多了四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从大土豪 从第三个 你看啊 咱们从第三个人 这儿呢 可不可以先 哎 借四个过来 可不可以呀 我们去 从第三个这边 先给他 借四个过来 分走 分哪去啊 过去 给谁呢 给的他 那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啊 嘿嘿 所以 先填上 先让 所以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什么呢 第二步 让 少的两方 相等 你先让两个相等 让一部分人 先相等 相等起来 第三个都不相等 是不是 先让他相等 哦 好 同学们 我就给大家再 再画四个圈子啊 注意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哎 那这个第一排 跟第二排 就相等了呀 然后呢 他这四个就没了呀 就没了呀 所以 第一步 八 这是不是 八 这有八个呀 嗯 这有八个 这有四个 第一步呢 就是 咱们用八减四 立四子 就这样 八 减四 等于四 那这个 第三排 有多少个 第三排呢 有 八个加 十五个 哎 十五减四 是不是等于多少 十五减四 等于十一了 四个分走了呀 这十五个分走 四个了 剩十一个 这四个去哪了呀 这四个就是去 刚才 第一排 少了这四个 这去了 好 这个时候 你看看 等一下 我把这四个 还是画的 嗯 这个 分布稍微好看点啊 重新来 思路一定要跟着我来哟 嗯 对齐 这样看起来 舒服点 那这个时候 大家再看看 其中有两方 一模一样了 那咱们 那咱们再对比一下 第三排 跟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呀 这回你看看 它就 比第一排 第二排 都多出来 多少个 三个 哎 那咱再把这三个 是不是可以平均分一下呀 这三个 这三个 咱三个人平均分 一人分一个 是不是啊 那你看看 这十五个呀 给出去四个了 这四个给出去了 没了 剩下十一个 十一个呢 这是不是十一个 比这八个多多少 减八 是不是等于三 然后多出来的三个 哎 你看这里头 这一部分 大家看看啊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里面的三个人 一模一样 然后多出来这三个 每人分一个 不就一模一样多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多出来的三个呀 三个量 你就是三个人平均分 一人分一个 两个量 就是两个人平均分 三个量 就是三个人平均分 所以一人分一个呀 这一个给他 这一个给他 就行了 嗯 所以呀 这个三量的稍微麻烦点 确实难一点 好不好 就肯定是到奥数 对一二连级来说 是不是 嗯 所以三量的 大家能理解的 尽量一定要理解 如果一连级孩子啊 确实理解不上来 咱们就暂时到二连级再学 一行 好不好 等我讲的话 我肯定要讲系统一点 啊 那咱们再总结归纳一下 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啊 同类别的 是不是有不同难度 不同类别的呀 也不同难度 这样对比起来 要成举一反三的能力 你比如说 二量之间的 是不是有简单的 有难的 那不同类别呢 还有二量跟外界的 还有三量的 是不是都学了呀 那几题技巧 是不是都说了呀 不管你是二量三量的 你先把多的减少的 看看差距多少 把结果呢 平均分成两部分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不一定都是两部分 还有可能三部分 还有其中一部分 给少了组 行了 嗯 整个思路是这样的啊 好 那咱们举一反三 同学们 举一反三能力 如何获得呀 一 二 三 是吧 把自己学的东西呢 你先总结归纳成体系 会一个 你同类别的 会了一个 你得会这一类 是不是 简单的 中的呢 难的 都得会 那会了这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也得会 是不是 最后大家总结一下 你至少得有一个笔记本啊 学了东西之后呢 比如说老师讲了啊 有这么多种 你自己要会总结 要会归纳 把举一反三 这个意识 培养起来 再达到这样的能力 这个很有必要 好不好 嗯 解体技巧 操作上 得总结一下吧 你自己你看看 解体这个过程 啊 你得 你得 总结出来 以后再碰到同类别提 不慌不忙的 是不是 总结了就相当于复习了 嗯 好 这个就感谢大家的 这个学习 收听 观看 好不好 如果大家觉得 李老师呢 讲的还不错 记得分享给更多的 同学来学习 感谢大家支持